嗨,欢迎收看自由感觉,我是杨阳 今年广受欢迎的旅游圣地云南竟然藏着号称世界上最美的雪山 并且这一座禁止攀爬的雪山,前后两支日本登山队不顾禁令攀爬都有队员遭遇不测 难道这美丽的外表真的隐藏着这么大的危险吗? 这座传奇的雪山就是梅里雪山,它同时也是臃肿本教圣地 和西藏的岗仁波旗,青海的安妮玛青山,青海的嘎朵爵卧 并成为藏传佛教四大神山 美丽雪山的主风卡瓦格伯峰是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海拔为6740米,处于世界文明的三江并流地区 不仅是云南省的第一高峰,也是全世界公认最美丽的雪山,被誉为雪山之神 就在2000年,一个国际声明被通过 这座因信仰和文化而被尊重的山,将永远不允许北盘登 更有趣的是,每年的秋末冬初 成百上千藏民牵着羊念佛经绕山焚香朝拜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原来,每座神山都有自己的属相 藏族人在不同的属相年都要朝拜一座特定的神山 羊年特地要转身朝拜的就是梅里雪山 2003年那年的羊年更是藏历年中60年一轮回的水羊年 梅里雪山转身朝拜,成为这一年中整个藏族地区最重要的事情 据统计,2003年前来梅里雪山朝圣的人有几十万 最有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羊羊和大家不见不散啊